大半夜男子大鬧派出所 大聲吵鬧不配合 在場的員警 原本是耐著性子 你有沒有簽名 就在男子脫口辱罵後 遠景改變態度 我剛剛已經有錄到 你這已經是第二次 對警察說 好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對你關注 你有沒有簽名 你如果要不要簽名 我現在請你出去 因為我覺得你在治療 我們辦公處所 45歲的中性男子 日前跟朋友聚餐 但在步行回家途中 發現自己的皮夾不見了 主動到新北市板橋 這處派出所報警 但疑似做筆錄 做到不耐煩 先是拒絕依規定 在筆錄上簽名 緊接著又脫口 飆罵遠景 就連請他離開 莊姓男子還是不肯走 你剛剛是報案才讓你坐在這裡 你現在沒有了 你可以離開了 第四次請你離開 警方最後只能當場 將他管束 緊接著移送法辦 因此當晚莊姓男子 還做了第二份筆錄 而新北市地院 日前也做出了檢疫判決 認定莊姓男子 嚴重妨礙公務進行 依照社違法 裁罰4000元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我是林明睿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